我那天在你试你都不会 家伙们 我就在旁边给大家表演一下 好不好 怎么样 行不行 靠不靠谱 家伙们 什么叫 刚刚不是我吹的 家伙们 是傅哥吹的 有个叔叔他的名字叫爱乌吉乌什么的 正好我说实话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金子他本来会这些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识 我就专门去学了一下 厉害是吧 行 你还没有我吹的行 但你那个是好像是 好像是跟严谣对话的那种频率 是吧 目前你可以的 厉害的 厉害是吧 厉害是吧 谢谢谢谢 谢谢那个 小强吹的好听 谢谢家伙们的夸奖 然后呢 你们会吗 做大都会 你们会吗 我还会吹口哨 但我还会 对 算了 你不会 但是他会吹口哨 他拿这样子 像这种吹口哨 你会呀 我们在成都可以约一下吗 可以呀 对 你对一些人不熟 你就不要随便答应他们 不熟悉 我那也 我也没 我这个人是啥就啥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缠着叶子 对不对 来一首 继续讲 好 先说到哪里了 就是领头颜 结束了 是吧 然后呢 有一次那个时候 他们是三姐妹 他们三姐妹 当时是 准备一起创业 这个事我特别清楚 你知道吗 家伙们 当时 从那个时候 我就对金芝他们这边的人的 好感特别大 因为在山里边 他们还有那种就是 向往那种美好的那种 那种拼搏的那种状态啊 我对 但是我就特别 我就来劲了 我就说我要来看你们 当时他们三姐妹 金芝 金芝大姐 对吧 然后她的两个都是表妹 嗯 然后 当时我说要来 我说要来呢 就说到第一次来的时候 还是要不要说 他们都不知道在听什么 你们不知道在听什么吗 家伙们 我是不是没讲明白 还是 对 这个机型不太好 知道 知道 知道是吧 接着讲 讲一下你们那咋认识的 我看她直播认识的 然后我和她见面是都是 认识她以后的半年多 往八月份 九月十月十一十二 一二三四 五月份来的 我五月份来见 见你的是不是 嗯 就是我认识金芝过后的 第九个月 说到这个九呢 就跟我有缘了 我呢本身也是做九生意的 然后但我也特别喜欢九这个数字 然后再恰逢九月 好 我认识了金芝 我当时我来找她的第一面 见面的时候 家伙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啊 她背一个大黑锅 当时 我把这个视频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过后 我就发给大家看 当时就有人说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当时就有人说 金芝 你要珍惜这个男孩 因为他是愿意替你背黑锅的 因为当时我跟金芝见面 我看到那个锅也挺大的 然后呢 我说我看一下 我试试能不能慢慢帮他背一下 对吧 然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特别尴尬 家伙们 尴尬的 就是现在聊出来 可能都 金芝都会觉得 你想笑是不是 你在玩什么呀 你知道你要不把你要人 你要睡早 好 说重点了 那是我和金芝第一次相识 因为当时我在这边有个项目 我就过来做嘛 然后也是我主动想过来 认识金芝过后 他们呢 我也偶尔去找金芝 在我不瞒的时候 就是他掩住的地方找他 找了他过后呢 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锅 这个锅就是一个大黑锅 农村里面用的那个土灶土灶用的那个锅 你们知不知道家伙们 对 拿来烧水的那个锅 就是很大的一个 就是农村那种土灶土灶上面的那个一口锅 而且不是新的 就是把火架在下边烧着水 人就住在里边洗澡 不是 不是吗 那个是烫猪宝 有一回我们家那个就是 过年 过年不是要搞猪吗 要弄一只猪吗 然后我就就是准备了那个 就是一个桶 就一个小黄桶 一个大黄桶 然后我把里面加满了那个热水开水 我是准备烫猪毛的 富哥他以为是我要洗澡的 就一个大黄桶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是你就是洗澡的浴缸桶吗 他说他没有见过那个桶 对呀 泡澡吗也是用那么大 我以为是那种比较养生的 那种木桶的 木桶 哪有这么这么大的一个 那种烫猪毛的 农村里面烫猪毛的那种那种黄桶 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对 好了 然后继续下去 我 记得我是第三次去找金子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特别 就有一个问题 当时金子他送了一只盐给我 家人们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可以我跟金子一起去放盐 因为我想体验一下嘛 没有放过盐 嗯 他就送了一只盐给我 然后我就拉走了 我第三次去找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妈妈 再骂金子 这个呢 没有 主要是他问我那个羊去哪里了 对 我又不敢说我送的 毕竟一只羊的话挺贵的 好几千万 几千万宝块钱 然后 然后 我就 问我是不是丢了 我也不敢说我弄丢了 因为我放盐 放了那么多羊 如果说弄丢的话又不好 然后他问我是不是 是不是拿来吃了 我说 我一个人也不可能说吃了 然后 我也不敢说是拿来送给富哥了 然后那天富哥刚好就来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事情 其实我那天去就是因为我想了不可能本来就是你盐也是好几千对吧 你不能说送给我就送给我 我是给他拿钱过去对不对 因为咱买嘛 这个盐也挺好 他们那种正宗的山呀 特别好吃 而且吃起来他不山 没有那种山味 对 他拿到拿到这个就是我们酒店的董事长在这边有一个 休闲山专叫南风山专 他们就拿到那边去做考全羊 对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他就拿了一把钱过来 他就要给我 当时我妈妈身体还挺好的 我妈妈那个时候 我妈妈那个时候又年轻身体又好 我发现这一两年的话感觉老了多少 阿姨现在也年轻 现在就感觉因为 这个话我要当着阿姨的面说 因为有病魔残生 就感觉人的话就感觉撑了 但是有句话这么说 吉人自有天相 我相信阿姨他这么善良的人 他肯定会有 还有一句话 好人有好报 对吧 你不要去多想 好吗 好 包包你要了没 包包在那里 在那里 对 我说到哪里 我们现在直播间在的人咱们打一个在好不好 我看一下还有还有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直播间 在的人打一个在 这是你们老家吗 这么漂亮 对 这这儿是马鞭 然后这个茶室是酒店的茶室 酒店的茶室 又说到这儿呢 又就是我一个哥哥 我们是很多年了 他也一直很照顾我 那天出镜了 就是董事长的弟弟家们 我们喊的有哥 那天他喝酒 我一个人在这里直播 然后他突然进来 我喊他 然后我喊他 他就过来 你看我说我在直播 他还喊活泼的 说哈喽 你们那天看到他没家们 对 这就是那天在这里出镜了的老板的茶室 然后跟富哥他们走得比较近 也不叫走得近 他也是我的贵人 然后过后 就是我经常来马鞭了 他说你 他们都是叫 他就叫 弟弟你来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什么的 最开始来的时候 就没地方 我也没地方 落甲地 来了过后 他就安排了这个地方给我用 他说你没事 我把钥匙给你 反正那边还有一个茶室 然后就 把这个茶室给我用了 他说你反正 本来大家都喜欢喝茶 我也喜欢喝茶 但我来这边就有个地方喝喝茶什么的 那样就挺好 您 今天妹妹那么贵的不对 我刚刚也是 但是他们说我不要太矫情了 让我收下就收下 所以我就收下了 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应该拒绝 然后继续聊我和金字的故事 当时就是这个事情故后 金字也带我去见过外婆 我见外婆的时候 我干了一个特别蠢的一个事 家长们 这个事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当时我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烟嘴 对吧 那个叫烟斗 烟斗 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古董一样的 我说我好喜欢 我就因为就是比较稀奇嘛 然后我就跟外婆说 我说外婆我说那个烟斗 那个能不能送给我呀 当时那个那个啥 外婆也没说啥就直接就给我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外公留给外婆的 就是金字的外婆啊 那我就感觉啊 我感觉我自己真的 我干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事 后面呢 我就说去把这个 还给外婆 因为也是外婆的一个念想吧 但是我去呢 外婆呢 外婆呢 是特别特别喜欢我 家长们 我还是继续说吧 我继续说下去了 继续吗 家长们 我觉得我怕我聊着聊着 大家就有点无聊觉得 继续吗 对我外公去世很久了 我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爸妈妈妈还在江苏打工呢 我妈妈是从火车站一路哭回来的 一路哭到我们这边 然后金字呢 跟外婆的感情特别好 外婆呢 相当于 那个时候金字去饭盐 也是饭到外婆家里面的盐 为什么外婆家里面有那么多羊 这个可以说吗 就不说了吧 这个我来说吧 你说吧 我外婆为什么有那么多羊 很多人说有羊是大夫人家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规矩 就是如果说 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走了 不在了 然后就会赶人亲 赶人亲的话 你们是赶那个 钱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赶羊啊 赶猪啊 赶牛啊 这些 所以我外公走了以后 就很多人就赶人亲 就给我外婆就赶羊啊 牛啊 猪啊 所以我外婆就很多羊和牛 是这样的 而且我外公的话 她有很多女儿 每一个女儿给一头牛 所以就 我外婆就有那么多牛和羊 当初 然后我从江苏回来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文凭嘛 我就在家里面 给我外婆放牛放羊 这些 是有一次外婆 因为外婆年纪也挺大了 然后她去山里边放羊就中暑了 那里头肉是不是有汤啊 就是金姿 就 因为本来从小就跟外婆亲嘛 外婆 相当于给她带大的 后边金姿就 所以说才有 范羊姑娘 大山金姿的故事 就这么由来的 就 在这个机缘的巧合下 然后我就和金姿相识了 还有一个 那就是 这个事情 就是外婆那 那个 烟斗那个事 我现在还是 心里边还是有点 但是我 我拿那个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盒子 还做了两个那种 小指甲把那个烟斗放在那上面 一个透明盒子 这么造成 收藏起来了 对 他当时知道吗 富哥他当时知道那个烟斗 是我外公留下的 然后他就当时就还了 他赶忙的要拿回去 还给我外婆 最后我外婆是直接就说 这个就送给你了 就直接就把它当着富哥的面 就是说这个送给你了 不用还 就是外婆呢也很 就是很大大方的就把这个交给富哥了 然后富哥呢他就把它拿走 拿走以后他就把弄了一个 他说刚刚弄了一个什么东西来展示起来 哈哈 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金姿去看外婆 我们要走的时候外婆还给我 给我这个 家伙们 对 就是说实话 当时特别的感动 要不要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当时的场景啊 真的是历历在目啊 像现在 一说到这个历马脑袋里边就是那个画面 那什么外婆给他这个了 什么给你烧钱了 给你烧钱了还 真的一天到晚说什么东西呢 你真的我们在聊外婆 你这个人怎么来说这些这么难听的话呀 啊 是不是啊家伙们 连我们在聊外婆 在聊展背 有的人 下边带着那个说的什么 什么话呀 是吧 那太过分了 所以说为什么富哥 很多人说 很多人 我也很想让真正支持我的叔叔阿姨 嗯 见见富哥 然后 咱们咱们聊的是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人 家伙们说实话 我们在聊外婆 人家外婆对我们 这就是 对我们这么好 他居然来说这个东西 说实话 如果说 在我面前 我真的闻想点 点大嘴话子 说实话 什么人哪 没外婆吗你 对不对家伙们 这种人我们不 不愿意和他交朋友 是吧 然后呢 外婆 但是他 从他的 那个 他 腰上面有一个那个 钱包 嗯 你这讲说他们也看不到 你干嘛 你在那蹲着肯定会啊 等一下 家伙们稍等一下 我缓一下 我给你们演示吧 就我们 就说这旁边 老人家他就喜欢把 就是他穿的衣服又多 然后他喜欢把钱塞到很里面很里面 他就套了几层几层 然后把那个 嗯 就是把那个裹着裹着那个的 是一个塑料袋 就是那种 嗯 平常我们去买菜提的那种塑料袋 嗯 里边有一个小的那种小翻筋 裹着里边 里边还拿了一层那个卫生纸 裹在里边 这样吧 家伙们 就 呃 外婆呢就 我看她的动作也比较缓慢 她慢慢的 把那个 袋子打开拿出来 然后那个小翻筋打开 然后弄开 过后 她把 唯一的一张 红的 她给我了 当时那个场景 家伙们说实话 真的 我这辈子我第一次遇见 我们农村里面的老人家都是这样子 不信的话家伙们你们可以到农村里面去看一下 因为老人家 可不可以给你花点零钱 你让他掏出他的钱 而且而且家伙们那真的掏出来崭新的 你知道吗 嗯 嗯 但是 我说实话 我心里边 我一下我心里边痠了 懂不懂 傅哥收了吗 我收了 因为我外婆那还是第一次 掏那个红的给别人 对 嗯 但是因为可能付钱没经历过这些 没有经历过这些 没有经历过这些 哎 聊到外婆呢 我心里边也挺难受 因为我外婆也是 呃 赶走没几年 然后哎 我但是说实话 我特别感动啊 呃 我就 呃 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 我就喜欢和金姿一起去找外婆 然后呢 有时候金姿 我有时候没给她说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去看看外婆 因为 我觉得外婆 我们去她家的时候 她会把家里边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做给我们吃 家里边 就 就那么几只鸡 她还必须抓一只 最好 最最就是肉最多 最肥的 然后最好看的 来弄给我吃 说实话家伙们 嗯 我不知道你们听完这个 你们是 什么感想